在我整个职业生涯的创作中 我差不多卖过两百多首歌 我现在特别不爱去做一些职业写手 去做的事 我会在我下面的一些时间和精力中 大量地写一些跟孩子有关的音乐作品 怎么想到给孩子写歌这件事呢 我弟弟有个孩子 还很小 今年五岁 我常常听到我的父母给他放一些儿歌 我觉得好难听 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因为他们还在听我 和唱我小时候听和唱的东西 我们接触到一些国外的耳朵音乐作品 在我看起来 这都是一些最有天分 最有创造力的音乐家创造出来的 音乐是上天赐给人感官上 最舒服最享受的一种东西 绝对不是来功利性地 去禁锢孩子们的天分 我觉得在每一个时代 孩子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 听的和唱的音乐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一个想法 给孩子们做一张唱片 我希望有一些诗人来进行这样的创作 所以我找到了诗人李亚伟 和我共同发起了这样的一个诗 亚伟的第一反应是 中下你跟大家关系都很好 而且给孩子做这样的一张唱片 这事特别光德无量 关于这张唱片 不一定是一张完全的二歌 更倾向于是一张给孩子写的歌 就像不各部分写的那几句 世界正在为你打开 我不想告诉你它有多遥远 我也不想告诉你它有多危险 亲爱的飞狗 我很想给你一点反面的意见 我想说太阳每天都在升起 但是明天就不一定出现 叔叔阿姨都很爱你 也会有陌生人来者不善 书本说的都有道理 长大了你会发现其中的谎言 大路朝天你踩着滑板 一路向前 世界正在为你打开 我不会告诉你它有多遥远 我不会告诉你它有多危险 这些专门写诗的人和专门写歌的人 结合一下的话 还是能得到一些新的东西 这东西不一定是好或坏 但我觉得实际上有意义 在这个时代谈诗和歌的关系 他们俩本身就是一对情侣 没有诗就没有歌 没有歌也没有诗 我觉得我们还真的没有 就是我们缺乏就是创作 所以我相当强调 要出好作品 非常好的作品 把人征服了 作词这系列宾收音乐 多谢观看